陽檢症發作 是陽檢症 睡著睡著 然後他可能知道自己想發作 他沒有力氣起身 因為他完全是不會很大力的 然後可能瘋了 然後就無法呼吸 然後就離開了 我是Maggie 今年32歲 愛了文則 都是一個單餐媽媽 兒子15個月就快 大約29歲左右 我就開始玩教育程式 身邊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些人可以去 我覺得可以嘗試發展 我朋友介紹我玩這個 其實是有一點質素的 是嗎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付錢 即是對家人付錢 大家都要付錢 你也要付錢嗎 對,大家都要付錢 所以其實你肯付錢 應該是有差不多一段時間 不是玩東西的 玩教之前的理論經歷 是多少個 我第一個男朋友 就是在我中學畢業之後 我們認識的 是隔離學校的 然後第二個 就出來工作 開始認識 但是她是同事 我們一起了三年 三年出了三次鬼 我所知的是三次 不知道的就已經熟了 失敗不了 之後就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我打算下一年的年尾 已經是結婚的了 然後已經有這個打算了 那時候我回完通宵 上班 我就收到她家人的訊息 然後就叫我要立刻過去 因為她一樣簡正發作 是一樣簡正 就是睡著 然後她可能知道自己想發作 她沒有力氣起床 因為她完全是不會很大力的 然後可能毒了在這裡 然後就透不了氣 然後就離開了 全世界好像沒有的士 那一刻是 完全叫也沒有 街車也沒有 然後找了一格陸的 她就蓋旗 送了我過去 那時候是有點抑鬱症的 應該是人生第一次有抑鬱症 就是自己是感覺到 還有那時候 也有找蛇蟲去禁 那時候是覺得 為何一個天會帶走了 那麼好的人 那麼好怕的人離開 還有那時候是覺得 我真的不想再找下一段關係 我想是不是我自己做錯了什麼呢 所以每一段關係都是這樣曲折的 我朋友介紹我玩的APP 純粹覺得 好像我不太想再發展一些關係 還有不想在自己的圈子發展 她就說不如你試試玩街號APP吧 那就開始了 街號APP上約過三個男生出來的 有一個就出來覺得性格很奇怪 對 文字朋友OK的 那我就沒有了 那第二個呢 其實一直都保持著 是有聊天有說話的 是舒服的 對 但是就覺得不會是做男朋友的type 那做朋友OK的 然後第三個 大家覺得大家的相處 或者是性格都OK的 當時這樣想 然後她也知道我過往的一些經歷 那大家都是有意發展的 經過一個月左右 然後我們就約出來見面 要吃一頓飯 即是吃西餐 她也很主動帶話題 可能主動去問你 或者有一點點紳士 相處都是舒服的 聊天上 我們吃完一頓飯 我想大概是半個月左右 然後大家就覺得可以繼續一起 可以嘗試一起 然後我們就一起坐 她自己一個人住的 我也是偶爾上去 大家可能上去買個外賣 上去吃飯 那 慢慢覺得她 一個都不是很乾淨的人 我都不味道很潔癖 但我覺得 那些碗 那些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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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理由放幾個都不用 那我都 上對好像做一個工人 那樣 就是幫她撿沙發 洗碗 洗鍋 洗鍋 一開始都覺得 沒什麼所謂 但慢慢 她就覺得 好像 好像 老鳳 那樣 她覺得我計較 那些東西 我還沒來之前 你也是扔在這裡 來了就是我洗 但變成是我計較 那樣 那我覺得 有時 一遇到這些位 一咬 我就覺得很累 一開始 我就已經覺得 我本身就不敢走出自己的圈子 我也是抱著一個 出來嘗試一下 再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可以發展一些新的關係 然後我覺得 原來也是這麼累的 那我就覺得 還是算了 也不要再浪費大家時間 分手後 大約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內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不開心 可能最不開心的事情 已經出現了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就覺得 不適合就 不要勉強 就是這個心態 然後 所以 生活也是非常如常的 可能也多了朋友出來吃飯 讓大家不要再擔心我 是有一天 突然之間 很不舒服 很頭暈 記得那時候還在K10天描示 你知道那裡很黑 很暗 很暗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 因為很暗 所以覺得很頭暈呢 然後我覺得 不是 這種暈 我是沒有試過 是一種耳水不平衡的那種暈 因為那天是紅日 沒有醫生看 但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去了看急症 然後她又問我 有沒有懷孕的 那一刻我也有點猶豫 但是 我就跟她說 我不肯定 這樣 那我就跟我檢查 然後很快就告訴我 你知道 你有畫人 那 那 當時我是靜了 那 那醫生也 說 我們先照超聲波 那 照超聲波 那時候是七週 對 那她就有 七週好像 正常都未必可以 那麼快聽到心跳 有些可以 那我就很快聽到 她的心跳聲 就是BB 這樣 接著 那醫生就問我 那你要不要那個BB 我那晚是住了一晚醫院 那 因為那晚是沒有回家 我就 Message 我媽說 我有點不舒服 我要看醫生 留院觀察一下 然後 那 那 那一晚我基本上 沒有怎樣睡覺 因為 我不是想 之後怎樣 那一刻 我是想 我應該怎樣 跟BB 爸爸說 第二天我出院 我就 傳給她看 我就跟她說 我說 有助 我等她回覆我 她好像很快就已經回覆我了 她就說 那 生出來一起養 然後 第二天 她就跟我說 我第一個去問家計會 那 你現在這個週數 你去 家計會到下 都還下得及 那 你去下吧 我給你二千五百元 我就不肯 我不肯下 然後她就開始說自己其實是 生不出 就是說自己的 染色體有問題 然後 她又跟我說 都隔了整個月 你現在才說 是不是我的 都不知道 她說 如果 生出來染DNA 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負責任 我說 因為她一定是你的BB 所以我是不會額外付錢出來 讓你染DNA 如果你要染的話 就自己給錢染 最後她就跟我說了 大約兩天 內容大致上都是說 我堅持要妥 就一定不會生得出 還有說 我硬生出來 然後那個BB是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然後她就說 我是一個 最不負責任的人 然後 還有說 你不要打算叫我付錢 錢這些是大家交付的 不是你叫我付 我就要付 所以 我是一元也不會付的 她有一個訊息 就是跟我說 其實我之前看過醫生 我的染色體是有問題的 所以大約十周 她會收到 BB就會沒有心跳 所以其實 如果你硬托 BB都不會出生 所以 如果你一定堅持要托 她 她很快就會流產 她說BB一定不會成功出生 總之 你現在硬托 BB出生 有沒有事 你都不知道 你硬生出來 你就最不負責任 然後她很快就下降了 所以其實 在 頭十周 我是很緊張的 因為一聽到她說 這段話之後 我就想 不是吧 這麼大件事 我們頭十周 我是非常緊張的 不停在 很害怕BB會 真的 真的沒有心跳 我自己在上網搜尋 可能 十四周都可能 有機會發生 可能 我記得頭十五周 我也是很緊張 我覺得 我有生氣過 就是 你不肯負責任 已經 覺得 很 很激氣 就是這樣說 然後 你還要 還要奏我三不七 還要逼我下去 我覺得 是 很生氣的 其實我 自己 就不想再找她 但我的朋友 就覺得 怎麼可以讓她 然後 就這樣 就這樣 不負責任 我都嘗試過 上去門找她 然後 但是想 大概三次 早五晚都嘗試過上去 但是 沒有人應援 她 不知道BB有沒有出生 她 不知道BB有沒有出生 是 那我拿著 醫生 寫了一張 證明 那我就 問我媽 可不可以進我的房間 我媽就覺得很 就是 很惡然 她說 為什麼要進你的房間 好像很認真 那樣 然後我就給了一張醫生 證明書 然後她就問了一句 我問 那你現在 打算怎樣 我說 我照樣生出來 然後 然後我媽 是支持的 我也有些 很神奇 我原本想著 我媽會罵到我 一面屁 然後我媽就說 那你決定生 你就要想清楚 然後是怎樣走 然後我就 那一刻 我有點感動 我媽竟然沒有罵我 我跟我的朋友說 那些朋友都說 你媽竟然沒有罵你 我說 我媽沒有罵我 沒有抱過 沒有哭過 純粹就很冷靜地 變成字去看 就很冷靜地問我 你現在想怎樣 說完一兩天之後 你自己 自己決定 你自己 安排 究竟 之後的生活是怎樣 很印象深刻 就是 姑娘抱給我 大家 跟媽媽 Skin to skin 覺得 哇 終於都出生 那一刻的感覺 就是 我們真的要 一起走 那一刻 是 當姑娘幫她 抹好身 穿好衣 然後我又 在產房休息完 然後 我又被人推回到病房 跟她相處 我第一句是跟她說 兒子我們要加油 我都是這樣說出來 之後 那個姑娘就說 媽媽你可以的 我不想 會突然 跟媽媽加油 病房那麼多個媽媽 她知道你的病房 知道的 因為她們有健康院 還有入醫院的時候 那些姑娘都會有 可能有些記錄 看 其實由健康院 開始跟我 產前檢查的時候 她們都已經擔心 我會不會有產前抑鬱 但那時候 因為未發生那麼多事 所以我就說 是一個單位 是單位媽媽 然後她就 害怕我會有什麼 做傻事 所以她已經通過了 給社工跟進 很久之前 有一次是因為 真的太激動 真的有想過 輕生 有想過 但之後 我兒子就有一刻 覺得他還不懂得坐 不是 還不懂得站 他就無緣無故看著我 之後他沒有哭 他就看著我 那一刻我就覺得 對 我決定生你出來 那為什麼我會輕生這個想法 然後自己走 我堅持了這麼久 去生你出來 就是很想給一些 更好的環境給你 我都不敢說是一定最好 我沒想過放棄他 如果家人不支持 我也會繼續生 繼續陶 總會有一個方法 可以安置到 我和寶寶 我和寶寶 還在坐著的期間 很幸運 收到育英軟的電話 跟我說寶寶可以排到圍了 剛剛是可以駁到 我放完產假那段時間 然後寶寶就可以上學 因為我住天水圍 我上班就在銅鑼灣 為了我方便 寶寶有什麼不舒服 就可以立即接到他走 最後我也是選了 銅鑼灣的育英園 我記得我第一天上班 因為寶寶也是第一天上學 我就帶了很多東西 我帶了自己的奶泡 然後寶寶的片片 他的衣服 自己的手袋 還有寶寶的用品 然後我們乘巴士 就由天水圍出發 去到銅鑼灣 行程是大約過半小時 下巴士去到銅鑼灣的路程 如果普通的腳步 約15至20分鐘 然後放了他 我就放下給老師 放下用品給老師 然後我就再上班 所以其實那時候 要很早就出門 大約6時50分 有一班車 通常我們就6時8度出門 寶寶可以更晚 可能6時3度 才開始叫醒他 或者是直接不叫醒他 睡著也幫他換衣服 做所有東西放上去 但他也未必會醒 因為我本身還要泵奶 我自己預約時間 大約5時就會起床 下班約8時半 然後我們就吃飯 然後我們就幫他洗澡 然後在睡前哄他 跟他喝一瓶奶 其實他也很快又再睡過 所以其實他的睡覺 他也很穩定 真的很感恩 我的朋友都說 你兒子也很能睡 每天保持著 天水圍、銅鑼灣 放下BB 再上班 然後下班 再接他 然後再回天水圍 這個生活 大約維持了9個月 很多人都說很辛苦 但其實我覺得 是很冤枉的位置 就是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很累 我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我兒子很累 我每次見他乘車 我都很用心和他睡覺 或者他有時候都不醒 可能回到學校才醒 他都不會怎麼動 雖然你沒有被我整醒 但我覺得好像辛苦了你 9個月之後 因為那時候公司 大家相處上不太愉快 可能就會覺得 嬰兒死了病 然後你要拿假 然後又不夠人手 然後就給一些說話好聽 我覺得有些難過 既然不開心 不如轉工吧 然後我就找了一份工作 然後回炮頭山 是還遠了 但是開心一點 她現在慢慢長大 她學會說的每一個字 或者是我教她的東西 她很快就學會 例如我教她 你出門口現在要穿襪 你的襪子在哪裡 她就走到襪子裡 拿襪子給我 我就會覺得 我這麼辛苦也是值得的 很多人都會問我 你會不會找一個人去照顧你 可能會覺得你現在還這麼年輕 你單親媽媽帶著一個寶寶 其實難聽說 未必人會接受 其實我也沒有想到這麼多這些問題 我也有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寶寶會不會 將來見到同學又有爸爸 他會不會覺得很不開心 或者會不會有很多事情想 然後我不停地想這個問題 是想了最多次的 怎樣跟她解釋爸爸不在 就是這件事 我也有不停地想一些答案給自己 我最後一個想就跟她說 其實爸爸跟媽媽相處不了 但是媽媽就很想繼續照顧你 所以媽媽就決定生你出來 媽媽就跟你一起生活 我也想去理解 就是媽媽為什麼有這個決定 可能看到這麼多人都有 爸爸媽媽陪著去旅行 或者去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說 我也希望她明白 就是… 都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問題不是在她身上 那你有什麼想要跟你四個女兒說嗎 媽媽的腦袋呢 你就看到了 但是到將來 你就要學會了一個負責人 那麼… 你每一個決定都很重要的 就是等於… 媽媽決定生你出來 我沒有後悔過的 雖然你很百念 但是… 你也是一個很疼媽媽的寶寶 媽媽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堅持 那為什麼那些人經常都叫媽媽 你去拿用戶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但是媽媽也沒有一刻想過 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有手有腳 我可以上班 那既然有一個地方可以照顧到你的話 我就可以繼續努力去賺錢 去… 給你更加好的東西 那所以… 希望… 將來的你… 要知道自己是要做一個… 呃… 又賺不敢的人 你不需要說… 要多有錢 要多有錢 我覺得… 你首先… 暫感真的很重要 是的 還有… 不需要讀書說很聰明 媽媽也不需要說你讀書超聰明 是的 每一步都盡了自己的能力 是的 你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等於… 媽媽也沒有後悔過… 生你出來 是一刻都沒有的 是的 因為我真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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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你的理想 甚至… 我們是一個單親的老 是的 那所以… 呃… 可能來看你的影片 已經18歲 可能… 已經18歲 長大 可能已經有自己的思想 是的 那可能媽媽到時都已經是… 開始老了 那… 希望… 你長大了之後 繼續生性 是的 繼續… 勇敢一點 走自己的人生 有些什麼都可以跟媽媽說 媽媽也是一個… 很喜歡跟人聊天的人 是的 那有些什麼就不要失心迷迷 是的 開心不開心都可以跟我說 那因為知道她的腦就得了我們 那所以… 我們都可以相處於一個朋友的關係 就不要經常都覺得媽媽是一個… 這個… 這個稱呼是一個很有威嚴的人 是的 就不需要這樣想的 我們好像一個朋友一樣去相處 那就好了 OK 多謝你來到這個世界 這邊當然 還有… 有很多心裡 可是… 再一次報告… 進化… コメント… weit…